国际APP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尼加拉瓜负责大运河项目的委员会 日前宣布尼加拉瓜大运河的建造工程将在今年的12月22号动工 这条全长286公里耗资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大运河 在建成之后将会比巴拿马运河更长更深也更宽 预计将成为巴拿马运河强而有力的竞争者 不过由于大运河是由中资所成建 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 认为这个运河建成之后 中方将会拥有百年的这样的一个营运权 极可能会导致美国人控制的巴拿马运河衰落 究竟这条大运河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涵 而中国大陆又是否能够借由这条大运河将势力深入拉美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治理技术学院国贸系的副教授 也是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的主任 向俊向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条运河的重要性在哪里 像今年7月29号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访问这个尼国的时候 他又特别强调就是说尼加拉瓜运河是一个雄心勃勃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于这个尼加拉瓜跟全世界都很重要 究竟它的重要性何在呢 这个大概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今年是尼加拉瓜开通100周年 那么在一个小小的这个中美洲这里 另外再开了一个尼加拉瓜运河 对于将来这个分担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边的这个航运呢 有非常大的贡献 这是运河本身对这个全球的贸易上面的重要性来讲 第二个重要性是因为这条运河是由中国来呈见的 其实在上一个世纪要开巴拿马运河的时候 就曾经考虑过在尼加拉瓜的这个地点开运河 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决定在巴拿马来开 那么到了21世纪的时候能够由中国来开 这个其实显示的是中国这个在21世纪啊 他能够有这种施工的能力啊 代表了中国的崛起 那么第三点呢 这对于整个这个地缘战略来讲 这个正如同美国圣地雅各大学教授他所讲的 他说把这个中美洲的国家 及整个美洲从中间的一刀切开 对于中美两国来讲 其实是这个战略 在全球的这个战略地位来讲啊 是有很大的这个意义的 所以这个运河啊 负有很多层不同多元的意义在里面 重要性 不过老师我们来看啊 这个整个计划的审核过程啊 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从上个世纪啊 其实就应该考虑说 要在这边要开这条运河了 他有遭遇到一些困难吗 尼加拉瓜政府呢 或者是人民呢 对这条运河的新建 又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那跟他竞争的巴拿马 或者说其他邻国 又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这个就尼加拉瓜本身来讲啊 其实大部分 他国内的这个最大的反对的声音啊 就是他这个是不是考虑到了 环保的问题 因为这条运河啊 会经过尼加拉瓜河 那么尼加拉瓜河啊 在尼加拉瓜这个国内 又被称之为母亲河 因为他是国内最大的一个淡水核 那目前为止已经被污染的很严重了 那么如果现在要把它开成这个运河的话 那个尼加拉瓜湖啊 被污染的情况一定会更严重 所以他这个工程的这个负责人啊 王静啊 他在所有这个评估里面 他就把环保列入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他曾经说这个保护这个尼加拉瓜湖的环境 一直是他们公司在可行性报告里面的主要的焦点之一 但是呢 不管是靠大西洋这边的或者是靠太平洋这边的 两边的老百姓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示威的运动 那么其中比较突出的这个他们所反对的 除了土地啊等等这个使用之外 他们其实有把这个账算到中国的 因为包的这家这个工程公司啊 所以说中国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未来没有办法在环保上面把它做好的话 可能会变成尼加拉瓜国内 长期对中国的一个很很不好的印象 那么至于说这个其他邻国当然最反对的国家 就是巴拿马 因为到时候这条运河如果真正这个盖成了之后呢 对现在巴拿马运河的这个威胁最大 因为会分掉很多他们这个在国际贸易上 航运的这些这个利益啊 就会由这个尼加拉瓜来一起来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开标弹工程是一件事情啊 一旦动工可能这个状况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而是要这个运河的工程施工可以有这么顺利吗 是否顺利 我觉得这个就技术上来讲啊 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以美国的技术在一百年前都已经开成 那中国为什么我们又觉得它在技术上没有问题 因为实际上它这个里面很多用的是 当年这个三峡大坝的工程里面的机具人员 还有这些经验 整个把它移过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是在后来如果说尼加拉瓜在新建期间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来足以资深的这些后续工程上面所需的 大概是决定这条运河是否能够这个准时完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可是我比较好奇这个是有500亿这个工程 这算是赔钱在做这个工程吗 其实就这条运河本身来盖赔不赔钱 其实不是中国最主要考量的因素 而是他能够因此而进入所谓的美国的后院这件事情 才是他真正的考量 所以至于说几百亿 其实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习主席到这个南美洲去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了他会在十年之内将两边的这个贸易额要增加到5000亿 这个只是500亿 其实我觉得这个钱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看得出中国是很霸气 不过之前我们提到这条大运河是一家中资公司得标 外界其实议论纷纷 就像老师您讲的 中国大陆是想借这样的一个这条大运河来布局拉美 您看这个战略的意义在何在呢 因为看您的评论里面有形容这条运河 有点像是拉美版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你怎么看中国大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 中国大陆真的可以来改写整个拉美的国际政治角力的版图吗 你说要改写到没有这么样的这个影响到不至于这么大 但是能够顺利的 因为它的这个开通的话 能够顺利的让中国的势力 特别是中国的企业能够慢慢的进入这个拉丁美洲 倒是非常可能的 特别是在这个 因为巴拿马运河这一百年来 几乎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被隆断了 对 然后这条运河如果由中国来开 这个开成的话 原则上将来它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可能更重要 那实际上我们从这个 21世纪以来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里面 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是能源的 那么我们看到那个南美洲最上面的哥伦比亚也好 还有这个特别是委内瑞拉来讲的话 它将来要 如果要把这个石油转卖到中国的话 它必须要在太平洋这边有一个出口 那如果说巴拿马运河不方便的话 它将来从这个尼加拉瓜能够直接到太平洋 其实对他们两个国家来或许更方便 然后中国能够掌握的这个程度也更多 所以这条运河开成对中国来讲 当然不可能完全改变这个美国在拉丁美洲传统的影响力 但是等于是对中国来讲 它能够有个立足点能够跨入这个拉丁美洲 是不过呢 这个好像想要进入这个美国后院的这个国家 还真不少 我读了一些资料 事实上你俄罗斯都对这个工程很感到兴趣 甚至之前呢 还频频跟这个尼加拉瓜有接触 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势力可以介入这个拉美 老师你怎么看俄罗斯的动作呢 这次他好像在工程上面是有跟尼加拉瓜有签约吗 其实就在这个 其实在去年 委内瑞拉总统查威兹过世之前 是 这个俄罗斯啊 就跟这个查威兹的政府啊 来往的非常密切 而且在前几年的时候 苏联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军舰啊 还曾经通过这个巴拿马运河 然后在那个时候曾经访问过这个尼加拉瓜 一边访问尼加拉瓜 一边然后通过这个巴拿马运河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尼加 委内瑞拉这个查威兹期间呢 苏联就已经非常重视对拉丁美洲的关系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他是在跟中国有在 那个希望能够从中国虽然得标了 但是底下下包的工程当中呢 俄罗斯可能想跟中国能够有一些合作的 就有成功吗 这个目前的状况还不大清楚 因为他们目前还 第一个这整个整个工程啊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比较低调 比较保密的状况之下 譬如说他这个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公司的 这个王静啊 一直到目前为止 其实你能够看到公开的资料都不多 大家都对这个人 有人猜他又是解放军啊 又是什么商人啊 其实我们在公开资料上 很难看到有关于王静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身份 那所以说他底下所有的这些工程 看似已经都有大陆的 可是里面有一些细的工程啊 有些关键性的技术啊 或许不是他这个能够单独能够完成 那么相对来讲 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啊 应该是有可以跟他们合作的地方 哇所以想真的可以要进入到美国后院的国家 可真的不止中国大陆而已啊 不过我们谈到这条运河 老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他可以进入到美国后院嘛 可是呢就会很多人会想到 最近很红的一个这个话题啊 就是墨西哥刚刚才废掉了中国高铁啊 这个拿到他们高铁工程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那个得标啊 结果这项工程呢 是由中国原来是由中国高铁得标 现在废标之后呢 许多具有竞争实力的国际公司哦 都来参加竞标了 第二次的招标啊 我想要问的就是哦 如果这条运河哦 真的具有这样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什么他的工程在开放投标之后 他居然好像感觉没有很强力的竞争对手 难道美国不及的中国 可能会进入他自己的后院吗 这个运河和墨西哥的高铁 最大的不同在于 这个墨西哥高铁是公开招标的工程 那么尼加拉瓜的这个工程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开招标 天哪 他从头到尾就是由 由尼加拉瓜总统 而且这个整个工程是负责是尼加拉瓜总统 他儿子负责的 然后再跟中国溢价 他根本没有开标 所以不会有像这个什么墨西哥高铁 那个开标之后又被废标的问题 所以跟英国内部都没有反对声音吗 当然有 国内的反对声音就是在说 你怎么会这么大一个工程 没有开国际标 然后就直接交给这个香港的这个商人 那因为里面牵扯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这个奥尼加总统 他就直接指派他儿子来负责这个工程的议价 以及后续的推展 那国会会通过相关的预算吗 这个让人家觉得好不可思议 这个尼加拉瓜现任的总统 因为他是这个 第一个他已经是第二次在当选了 当选连任 所以说基本上国内的各方的政治势力 几乎都已经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下 所以第二点 因为尼加拉瓜是西班球第二穷的国家 最穷的是海地 那么这种经济相对发展比较差 而且他的那个国民所得非常低 这种国家 其实他的民生问题 是要比民主问题来的重要 老百姓当然会出来抗议一阵子 但是如果说到最后 他只要把这个工程顺利的推展 至于说是不是够透明 或者是这个实际上还有更大的利益 跑到什么人的手里去 我想这个一般这么GDP这么低的国家 其实他老百姓已经没有 他没有时间去想那些问题 吃饭的问题 其实比透明度的问题来的要重要 不过老师第一确实说的是 因为我们看资料讲说 这个案子 如果一旦这个顺利开工的话 将可以创造 四万个建筑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然后会使得这个拉丁美洲最穷的这个国家 尼加拉瓜 他的GDP可能会翻倍的成长 不过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刚刚有提到 就是一直在提到说 这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工程 如果今天美国 发现他自己的后院 开始有不同的人要进驻的话 然后您认为美国在拉美的布局 未来的话怎么看待 第一个其实在这个工程开标之前 比较凑巧 其实就在去年的去年的11月左右 是 美国的国务卿自己亲自宣布 在美洲国家组织亲自宣布的说 这个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是第一点 当然整个工程的进度是在他讲这个话之前 所以他早就知道这个中国要进入这个 进入尼加拉瓜来标这条河的事情 他就知道 那么这里面如果要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小布希总统八年之内 跟拉丁美洲的关系的确是处得非常不好 哪怕是欧巴马上台之后 一直想要回复以前美国的这个 在拉丁美洲的这个地位都有点困难 所以我觉得美国国务卿他所讲的 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这多多少少非常也相当程度了 反映出美国现在在拉丁美洲 非常尴尬的地位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 像这个法国 他已经跟这个巴西签约 其实要帮他们做这个核子潜艇 而且生产线还要到这个到巴西去建造 他不只是卖它潜艇而已 他是直接把生产线 再到巴西去造这个核子潜艇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最重要就是拉丁美洲这个共同体的成立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不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就是以前我们传统上的美洲国家组织 现在他们已经不用了 直接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 所以这三点就可以充分看来 其实美国将来只会在拉丁美洲的 这个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小 不太可能再回复到上一个世纪 那样子把美国当做自己的后院了 哇 所以这个铁路的象征意义还很多 从后面还可以挖出更多的东西 布老师刚刚提到除了中国还有法国 甚至俄罗斯等等 我们知道其实你加拉瓜跟中华民国台湾 有邦交关系 你怎么看待一旦这个大运河进入这个动工 甚至完工之后呢 尼国跟我们的关系 会不会受到这条运河的冲击呢 第一个它这条运河是 原来是预计五年之内完成 也就是到2019 那么因为您问到了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关系 但是我们台湾在2016年就要大选 那么经过一个礼拜前的这个选举的 看来民进党未来执政的可能性是大增 但是我们回想以前在陈水扁八年任内 所推动的烽火外交里面 其实中国是非常不满意的 那么我们跟中华民国最后一个断交的国家 就是哥斯大利交 其实就在你家拉瓜的旁边 那是2006年最后一个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这个国家 后来是因为马英九总统 他在还没有当选总统 在进还是候选人期间 他就提出了外交修兵 所以北京在2006年之后 就没有再跟中华民国断交的纪录 那我们看这个事情应该是北京对于马英九所提的外交修兵 他虽然不承认这个名字 但是也有相当的默契 所以如果在2016年之后 这个民进党如果上台之后 我想应该对大陆的关系应该会有所调整 如果说还是跟以前一样 所谓的风火外交 我觉得最可能推倒这个台湾外交的骨牌 就是你家拉瓜 第一块骨牌就可能是你家拉瓜了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也不要看大运河远远的在拉丁美洲那块土地上 其实跟我们关系还是真的很大的 无论如何这条大运河是即将要动工了 但是动工之后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变数 甚至让工程延宕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治理技术学院拉美经贸研究中心的主任 向俊 向老师 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